大家好 欢迎收看郭sir重点看 今天要和大家看看三百八港交所的业绩 去年纯利是93.918万 按年增长0.84% 而派息方面 第二次中期股息派2.99% 按年减少2.61% 年同中期股息3.72% 全年合共牌息维持6.71% 业绩符合市场预期 去年每日平均成交金額有872亿 按年减少1.9% 其实这份业绩郭sir你收不收货 市场应该早已预算 因为去年长时期香港都受到一个社会事件所影响 之前亦都会有一个中美贸易事件 变成入市的意欲普遍来说都不是太稳定 虽然期间股市都是有少少纪律上的反弹 但大方向都是不明的 而指数亦是去年4月15日高位30,280点 跌到25,000至26,000的水平 严格来说市是相当反复的 成交金額相对前年来比较少 这个当然不知 前年的市是由33,484厘米高位跌下来的 某程度上来说 三万多点股价都大一点 都贵一点 相对去年股价都便宜一点 所以我想影响就不是那么大 反而要看今年的情况 因为暂时来说 今年的市场始终是在冠状的疫症主导之下 大家入市的意欲信心都不是那么足够 但是说真的 反而成交金没有令大家失望 例如好像过年回来之后 股市的成交金額 都破千亿的 就是成千三亿的 去年我记得很长时期 都是只有七百多亿 八百亿而已 换句话来说 资金在近期参与度是积极了的 所以难怪港交所的表现 其实相对大致来说 反而不是差得那么紧要 我想市场人士比较关注的就是 今年到第二季或者第三季之后 股市各方面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这个才是后市的焦点 不如看看股价方面 看到出完业绩之后 港交所今天都要向下的 收市跌不到百分之一 报259.8 其实看回港交所的股价 今天都一度跌穿了250天线 下面现在还有一条100天线 就在下面 会不会说短期内股价 都会向下市低些位置呢 市低些不出奇的 你记得 恒生市所谓跌穿12、15、15、18 和250天线 唯独是港交所的股价 暂时来说 都仍在100天线流上 即是说是优于大市 大家不用看另一样东西 你只看一年的低位是220多元 高位是286元 现在股价是260元 相对今年的高位是比较近 相对今年的低位是比较远 严格来说 它的表现已经是优于大市 如果去到5月份 真的有一些同股不同元的股份 例如阿里巴巴 是有机会成为恒指成份股 到时成交金额 将会进一步扩大 加上有不少在美国上市的 一些概念股份 数据股份 可能回流回香港上市 所以今年的整体成交金额 我自己看是下半年度 应该优于上半年 就是说广交数股价 不介意短期的反复 是可以分阶段慢慢买 每首100元 我用回自己的术语 正好错好 我就先买你100元 买完100股手门口 再慢慢做一个中市的部署 我觉得赢面很高的 正好错好 先买一首 好了 今天谢谢郭Sir的长长分析 也提提大家 可以去Youtube订阅 郭司智工作室这个频道 好 遲些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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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